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凉有点冷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那么明天的话 这个冷空气就会逐渐减过 慢慢转有点偏东风到东南风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我们台湾几乎都是受到 这个偏东风到东南风的影响 都是比较温暖的天气 那么水气也比较少 所以预计温暖而且稳定的天气 可以持续至少一个礼拜左右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那么在下周的话 预计还是会有风云气从北方通过 但是目前看起来位置都是比较偏北一些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这一段 这个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我们容易下雨的地方 目前看起来因为明天开始 就慢慢转有点偏东风 所以迎风面是在我们东南部 但是因为风速也没有到很强 所以在我们东南部地区 虽然偶尔有云量偏多的一个机会 但是下雨几率也不算是很高 就大概在礼拜六的时候 水气有点这个偏多 所以我们从未来几天的降雨预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有一点降雨预测图都是在我们东南部地区 但是其实这个降雨预测也都没有很明显 就礼拜六的水气稍微有点增加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话 要特别注意北部的话 因为加上这个云量变少 所以有幅士冷却的影响 所以明天清晨还是要特别注意 低温大概只有14度 还是有点冷 那么白天高温预计可以回升来到24度了 接下来礼拜四开始到下个礼拜 低温的话大概是在17到18度 所以早上跟晚上还是有点凉意 那么白天的话就比较温暖 可以来到25到27度 要稍微注意一下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那么中部也是类似的情况 明天清晨温度还会再回升 但是预计也还是大概只有15度 那么白天高温可以回升来到25度左右 那么未来一个礼拜的话呢 预计这个早日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 低温的话大概是16到17度 白天高温可以慢慢地从25到26度 回升到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可以来到大概29到30度了 那么在南部的话呢是更温暖 低温的话呢明天会比较明显回升 清晨可以来到17度了 那么接下来礼拜四到这个下个礼拜的话呢 可以大概回升来到19到20度 那么白天高温也可以慢慢地从24度 慢慢回升来到大概27到28度 所以呢几个这个今天晚上的话呢 各地的天气也可以看到 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这个水气都是比较明显偏少的一个情形 那么明天天气的话呢 也是类似几乎全台湾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云量稍微有点偏多 但是其实这样的几率也并不算是很高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明年清晨还是比较冷一些 因为还是有一些冷空气 那么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早上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尤其在中部以北的空旷地区 那么白天的话呢 冷空气会逐渐减弱 温度也会慢慢回升 但是接下来这个早上和晚上还是比较偏冷 大概都是17 18度 但是白天高温可以来到大概26到27度 所以要特别注意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那么也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稳定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看详细